顶着艳阳在台北马洁医院外 医护人员防护装穿好穿满 替患者快筛 一天下来一个人要替换的装备 至少两三件 台北跟淡水 整个所有的员工来讲 大概是有大概六千多个人 多的话可能就是一天就是说 甚至于比这个员工速度还要多 眼看防护装备消耗量大 就怕不够用 慈激之工以最精简人力 送上最大新意 把四十三箱防护衣和面罩 尽速送抵医院 慈激秉持着上人的精神 就是给够给足 所以我们这次面罩 我们给了四千个 然后防护衣隔离衣也给了四千个 就是希望医护人员都能够 在物质上面不于匮乏 对医护人员的安全的防护 确实是很重要 也刚好是我们最急着需要的东西 非常谢谢慈激这边的资助 防疫物资给医院带来一场及时雨 慈激人作为后盾 让医护人员专注在前线奋战 守护民众健康 带来新闻阳安亭李建宽台北报道